焦点129 族群存活曲线与年龄结构 族群存活曲线 生态学家与族群中的年龄百分比 族群中各年龄层与最基最长年龄层的百分比为横坐标 每千个个体存活数为重坐标 汇出的曲线为该族群的存活曲线 或称生存曲线 由族群存活曲线可以得知 族群个体死亡率较高的阶段是发生在哪些年龄阶段 有助于物种的保育 病虫害的控制 以及生物资源的运用 第一型曲线 在幼年期与中年期存活率高 到老年期死亡率才明显增加 这大多数对幼体有良好的照顾的物种 例如人类及大型哺乳类动物 第二型曲线 在各年龄层阶段的存活率相单 例如松鼠和其他孽子类动物 海鸥等 第三型曲线 幼年个体的死亡率很高 仅有少数个体能存活到老年期 这通常是会 产生大量子带 但对幼体缺乏照顾的物种 例如牡蛎 年龄结构 生物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会有不同的储活率 与生殖能力 依照族群中 各年龄层的个体数量 所绘制的图形为 年龄结构图 分析族群的年龄结构 可以预测族群大小的 变化趋势 年龄结构图中的年龄局纪可分为 生死前期 生死期 生死后期 金字塔形 若生死前期的个体数 大于生死期的个体数 表示该族群的成长率为正数 未来族群大小有增加的趋势 为增长型族群 年龄结构图形 成金字塔形 棍棒形 若生死前期的个体数 小于生死期的个体数 表示该族群 成长率为负数 未来族群大小有减少的趋势 为衰退型族群 年龄结构图成棍棒形 炮弹形 若生死前期与生死期的个体数相当 表示该族群的成长率接近0 未来族群大小应该会保持稳定 为稳定型族群 年龄结构图呈现 炮弹形 树木的近级结构图 由于林木的实际年龄较难估计 通常以胸高直径 离地1.3公尺的树木直径 替代实际年龄作为分级 依据 调查树木胸高直径 近级的个体数可绘制成 近级结构图 在浮山森林动态样区内 见见子力的族群 其小数数量较多 大数较少 表示此见子力族群为 增长型族群 乌莱科族群的大数及小数数量皆不少 表示此乌莱科为稳定型族群 柳山族群为人为种植的外来种 几乎不会自然繁殖 仅于大数而无新生幼苗 表示柳山 为衰退型族群 而且未来若无补充新个体 将会全数灭绝